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卷的文章内容当中 韦伯经过他的考察和分析 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他认为在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和西方宗教改革之后所产生的某些新教教派的伦理之间 存在某种选择性的清源性 这是他在第一卷的末尾提出的一个基本的研究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本的第二卷当中 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解答 那么今天我们在第五周的课程当中将具体来分析 韦伯是如何来阐明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清源性的 那么我们按照通常的理解知道 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韦伯所分析的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 它的最核心的一个层面或者关键词来说就是理性 而他分析的另外一端 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某些教派所代表的是宗教 可能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我们印象当中更多的是与信仰有关 那么在我们的通常理解或者刻板印象当中 理性与信仰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互斥互不干涉的独立的领域 它们代表了整个文明当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的路向 所谓的理性 我们更多的可能想到的是近代的科学技术 法律管理制度等等 但是谈到信仰我们往往觉得这好像似乎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 尤其在谈论到某些宗教的实践 韦伯所分析的苦行的行为时候 我们往往觉得那些行为是非常让人诧异 甚至是无法认为理解的 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可能得以化解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提一遍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将理性与信仰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的一种说法 我们向上追溯 可以一直找到启蒙时期的那些哲学家们 尤其是法国的启蒙哲学家 比如说霍尔巴哈 他就说 基督教依靠的是欺骗 无知和亲信 另外一会法国哲学家迪德勒说 上帝是没有的 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 而著名的福尔泰则说 假如上帝并不存在 那就必须把他造出来 那这些哲学家基本上就代表了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认定 也就是随着现代性的展开 随着人类理性的展开 现代人基本上是要反对宗教 反对信仰的 换言之 在我们现代文明展开的时候 我们现代社会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 我把它称之为世俗化的命题 那么现代的宗教社会学家 Jose Casanova把这个所谓的世俗化命题分成了三个子命题 其中第一个子命题被称为宗教的衰弱或者消亡 Decline of religion 这个子命题也就是说 随着近代化的展开 现代化的展开 宗教将逐渐衰弱 它在整个社会当中起到的功能将越来越小 甚至宗教终有一日会彻底的消亡 那么第二个子命题讲的是功能的分化 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子系统 例如说经济 教育 军事 文化 等等 它逐渐获得了自身的自主性 而摆脱了宗教信仰 尤其是教会的一种制走和大一统的管理 最后一个说法是所谓的私人化命题 也就是说 在现代社会当中宗教变成了一个纯然私人的事情 你可以在自己家庭当中 在私相的场合进行宗教的祈祷 仪式 但是在关于公共话题的讨论当中 在公共领域当中 宗教是没有它的身影 但是我们要回过来说 所谓的私人化命题 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命题 它仍然是关乎的实然的一个命题 换言之 这个命题是可以错的 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据 可以对它进行检验 事实上从六十年代以后 西方的绝大部分宗教社会学家 经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 都对这个私人化命题提出了大量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启蒙哲学家对宗教的反对 可能也有其缘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欧洲的中世纪 所有的世俗政权 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君权神兽 但是这个事情一直要到 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呈现的是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 也就是在104年的12月2号 一代枭雄拿破仑正式登基 我们知道在以往的 世俗国王的登基典礼当中 一般是需要一个国家的主教 甚至是教皇 亲自把皇冠带到皇帝的头上 但是拿破仑这样一个枭雄 可能是出于无意识的 不自主的这样一种放肆 大胆任意滋为 他直接从盘中接过了皇冠 给自己戴上 然后又一把夺过了 另一个盘中的后冠 给他的皇后加冕 换言之 从他内心深处 他已经全然不认可 君权神兽这样一个原则 他认为他所获得的 世俗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别的什么地方 这可以说是世俗化命题的一个 很肉身化的具体化的一个表现 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刚才说世俗化命题 它本身是可错可检验的 但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念 认为在现代化过程当中 宗教的功能将越来越弱 它将越来越看不见 那么由此半生的 就是有另外一种主义 我们把它称为世俗主义 Secularism 这种世俗主义 其实包含了一种非常 应然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展开 宗教应该消失 应当消失等等 所以形成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 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 也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类的发展观 即认为在遥远的未来 可能宗教会应当失妖失 或者说应当从我们最重要的生活当中顿出 不再发挥它的作用 由此可以说 在世俗化命题和世俗主义之间 都包含了一种最基本的假设 即现代性与宗教的不相容 但事实是否如此 我们现代有很多学术讨论 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著作 和理论的论辩当中 得到一些新的证据和资料 感谢观看